音樂 大家好 我是就讀觀彈系四年級的學生 我叫陳嘉欣 我自認為我個性是樂觀大放 然後最喜歡的事情是追星 那在當初決定實習的時候 我其實看了非常多間的實習廠商 那最后决定进入有制度跟规划的企业去实习 那我目前在星巴克实习中 首先感谢系上在实习单排上事先帮我们把关 让我们能安心选择想要的企业实习 除了能保障自身的权益之外 也能够不断地进步 那我期望自己在面对人群时能更有条理 自信且能临近应变 有效处理问题 这点在星巴克有充足的机会展现 时常要与客人对话并了解他们的需要 相信大家对星巴克并不陌生 每当我以顾客身份到店里消费时 总是被他们井然有序的步调给经验到 尽管顾客提出很多的客制化需求 他们依然能完美快速地将饮料送至顾客手中 但当我身份转换为伙伴时才发现这很不容易 从最基本的饮料配方需要将它熟记 才能提供正确的客制化服务 写杯传杯 让吧台伙伴能够正确制作出饮料 不仅是饮品的部分 了解糕点的相关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能快速地找到顾客所喜爱的糕点 也能在点单时提供顾客尝试提高客单价 那零售商品包含咖啡调理系列 杯子 袋子等 也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当顾客在零售价钱观看时 我们能介绍 并依照顾客的描述找到商服的商品 亦或是讲解咖啡豆的风味 刚开始接种来的资讯需要去了解记忆 让我有些压力力不从心的感觉 慢慢地藉由观察伙伴们的工作方式 主动询问改进自己的部阻 还记得当刚倒职不久 就遇到比较刁专的客人 接获了第一个客宿 当下我很慌张 不断地回想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那经店长了解后才发现 啊 原来是顾客误解了我的意思 那在这之后呢 我更仔细地观察伙伴所使用的画术技巧 让我在遇到坚持极尖的顾客时 能够好好的对话 然后去了解 并妥善处理问题 累积经验值 在实习前 我有大概预想过可能发生的情况 但现实与想象还是有点距离的 开始上课后 许多需要备的东西 光饮料配方就好几种 对 此刻的我非常庆幸 大二十有修饮料调制的课程 在课程中有使用到意识浓缩咖啡机 也学习了如何拉花 甚至是红豆 还有调制了许多饮品 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及技能 让我在实习时能更快地上手 也很感谢老师在上厨房课时 要求清洁一定要做到位 这个习惯让我在业界实习时 能快速地适应 并能自我检查无误 真正踏入业界实习后才发现 有时候需要改变的不是环境 是自己 实习能让自己进入状况 也能提前了解出社会后的工作情景 究竟职场的生态是什么 也能充分体会 把自己准备好迎接未来的挑战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实习是出社会前的试炼场 或许徬徨或许迷惘 不要害怕就向前冲吧 为自己添上新的篇章 在校期间休息了很多专业知识相关的课程 校方也提供了许多完善的设备让我们使用 在课堂中就能先学习到 业界所使用的设备 让我在实习时能更得心应手 也谢谢系上老师全力支持我们追求自己的梦想 提供良好的建议让我们一点也不迷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